糟了 好像是金府的侍卫来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先出去 想办法跟他们周旋 你赶快去柴房 让他们从后门离开 好 你不要怕 像平常一样织布就可以了 开门 开门 几位大哥不知有何会在 我们怀疑这里窝藏嫌犯 你们是 我们是官府的 官府 你别管 总之我们就是官府的 我们要搜一搜你家 近日有太多冒充官府中的人 几位身着便服 身份不明 恐怕小慎不能让几位进去 姐姐 姐姐开门啊 姐姐 我们是吕玉乔大人的部下 你不相信 可以去查明 当然相信了 冒犯几位了 请进吧 彻底搜查 是 搜 cert端 那边 是 呀 是啊 是啊 我要 那边 是 那边 是 Queensland 是 很无и 下 ان 二蛋 混蛋 你们先去书房等我 我过去看看 刚才那个女的是谁 为什么那么慌张 我未婚妻来自渔村 从未见过官府之人 这才慌张 还望各位见谅 走 不知道小燕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动静 等我去通知的时候 她就已经不见了 然后我在地上捡到了这个 这块手绢 是金牡丹的 这怎么可能 牡丹曾经借给我手绢 来的明明是个青楼女子 她怎么会有牡丹的手绢 刚才那帮人虽然身着便服 但我一眼 就能看出 他们是来自京城高官府上的侍卫 他们自称是李大人的侍卫 而李大人呢 是金叔叔的亲信 他们怀疑是小燕抓了牡丹 所以才会到处找她 他们肯定没有走远 走 你们两个去那边 是 刀哥 我们该怎么办呀 小燕 你以后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那你 我要去开封府自首 涛哥 你顶着那么多条杀人罪 你现在去开封府 只有死路一条 我杀过很多人死不足惜 但是我一定要接发那老贼 让无辜的亡魂能够安息 也能减轻一点点 我的罪孽 刀哥 你 你可不可以不要去 我宁愿死在包装的扎刀下 也绝不要被金虫的老贼杀死 小燕 你听我说 我现在去开封府 你马上去玉林寺 我把钱 和那老贼的罪证 都买在偏店观光项上 上面的牌匾后 你把罪证交给张珍 他就会明白这一切的 我在开封府等他 他们要抓的是我 你应该没事的 拿上钱 就离开京城 再也不要回来了 不 刀哥 快去 去呀 不想死就跟我走 到那边去看看 好 走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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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珍在吗 小燕 你 你去哪儿了呀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还有 金牡丹是不是在你手里 看见张珍去御林寺 在关光箱上面牌匾后 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快去啊 我去找我们家相公 开副府见 小燕 无论如何 一定要找到秦涛 遵命 遵命 大人大人 小姐回来了 在哪儿 穆丹 你怎么回来了 秦涛呢 秦涛呢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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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权子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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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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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涛 说呀 你是怎么回来的 秦涛呢 秦涛在哪儿 我杀了他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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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杀了他 好女儿 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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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杀了他 桃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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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 小燕说 在关公像上面的牌匾后面 就有你想要的东西 张张 小心点 这是什么呀 当你看到这封信 秦涛可能已经不在世上了 这些年来 秦涛一直是杀人工具 为当今丞相 精准铲除一击 我最后一组任务 是到普陀刺杀张文霄 我刻意模仿京城杀手 聂崇天的杀人手法 满天过海 你先坐一会儿 温小叔就会给你拿药 你是谁 证据在哪儿 正确在哪儿 你 你 昔日一切不利他的 他都要一一铲除 我知道 他最后要铲除的 就是我 幸好 我早有准备 在那心里的一切 都是金虫的罪证 无论你是谁 有缘能见到此信之人 必是秦某今生愧愧之人 我一生杀戮无数 罪孽深重 写下这封信 并不是要减轻自己的罪责 为自己开脱 我只是不甘心 不想让满手血腥的幕后黑手 逍遥法外 没想到 查来查去 凶手竟然是我哥 娘 这一切未经证实 现在就下断言 为时尚早 事实摆在面前 还有什么好说的 不如把这些证据都交给包大人 让他去查明真相 不行 不能交给包大人 为什么 大家都冷静一下 一切等明天再说吧 蓁儿 娘明白 我哥犯的是珠连九族的谋反大罪 一旦追究起来 娘也脱不了干系 你是担心娘对吧 为什么呀 蓝爷 你已经嫁到张家了 而且你又没有犯罪 为什么要遭受牵连啊 利率如此 谁叫我哥犯下了如此大罪 冤有头债有主 金家欠张家的实在是太多了 就应该还 能为文祥阁报仇血恨 此又如何 真儿 快把这些证据 不行 我绝对不能送您上刑台的 真儿 蓝爷 你就听张真的吧 从长记忆 文祥叔已经死了 他在天有力 也一定不愿意看到你牺牲自己 为他去报仇的 娘 你要相信我 傻孩子 你这又是何苦呢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把杀父凶手绳之以法 蓝爷 你就答应张真吧 不要冲动啊 娘 我已经没有爹了 我不能再失去我的娘了 就不应该 拿来 拿去一次 拿来 带你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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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若兰 在我说出这件事情之前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哥 到底什么事 是你派秦桃杀了文祥哥 对吧 若兰 你在外面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 我杀文祥 这怎么可能 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 我没有杀人 你叫我怎么承认 当年文祥哥掌握了你跟庞太师的罪证 所以你派人杀了他对吧 若兰 你是不相信哥是吗 我跟文祥是八百之交 真的是秦桃手足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呢 你还在骗我 我亲眼看到 你跟庞太师的信函 秦桃 把一切都交出来了 证据在哪儿 拿给我看 文祥哥错在当年姑息你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 若兰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我也不瞒你 我也不瞒你 我这样做 都是为了君家 你以为我杀文祥 我不心痛 你必须要有个交代 你要知道 这是死罪 是株连九族的死罪 这是我亲文祥哥的 我认了 那你嫂子呢 牡丹呢 你可以不关心自己 你可以不关心我 难道他们你也不关心吗 当初你想杀的 不光是文祥哥 还有真儿 只是秦桃 错杀了一个无辜的少年 你使两个家庭 永远失去了亲人 儿女和家人 却逍遥法外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没有想过这些吗 难道只有你的生命有价值 别人的生命 就没有价值吗 我再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已经确定 要检举我是吗 咱们开封府见 你觉得你能走出这个大门吗 开门开门 开门 开门 快开门 原来你想用这招来刨我 还说什么兄妹之情 你早已想包黑子告了密 我没有 我只是想让你及时醒悟 你真是太天真了 你以为你们这些普通百姓 能搬到我堂堂丞相吗 那你想怎么样 怎么说你都是我的亲妹妹 就在我这住上两天 想想轻浮岂不更好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走的 我要亲眼看到你的下场 许把荣将军请来唱出好戏 开门开门 开门 开门 外面是什么声音啊 快开门 哦好像是开封府包大人 快开门 包大人 小姐 你怎么了 少儿你过来 你快点过来 小姐 你在这儿 哪儿都别去 堵着门 哦 别走啊 别走 啊 小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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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来找我了 小姐 要看我的头 我是双儿啊 小姐 小姐 别怕 来起来 我扶你起来 双儿 怎么了 双儿 双儿我害怕 不怕不怕 我害怕我害怕 别怕别怕 别怕 我不想死 我真的不想死 对了 小姐 你去吧 保证赶走 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 我是无意的 我是无故的 你你快去 我去 我去 好我去 小姐 你别走好吗 好 你不要走 你陪着我 小姐 你不是向府千金 他们怎么会来抓你呢 骗子 小姐 骗子 我没有 你是不是也是暴政胎来的 我不是 我是双儿啊 你们这都是骗子 骗子 小姐 小姐你去哪儿啊 小姐 小姐 你别跑了 小姐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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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他们要杀我 你一定要带我走啊 我怎么办呀 你跟我来 你这是怎么了 你跟我来 你跟我来 牡丹 你跟我来 牡丹 你脖子怎么了 啊 他们肯定是来抓我的 他们要把我 关到那又黑又冷的牢房里面去 那里面非常冷 有老鼠 有蟑螂 还有蛇 他们会在我身体上面爬来爬去的 我不敢睡 我不敢睡 我睡不着 我怕我一睡 他们就会过来养我 还有她 还有她 明天晚上 她肯定会来找我报仇的 她会让豹丹杀了我 你 牡丹 谁要找你报仇 你不要过来 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 别怕别怕 快告诉姑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姑姑也好帮你啊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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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 什么 你杀人了 你把谁杀了 秦涛 什么 你把秦涛给杀了 我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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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不好了 怎么了 荣将军和开封府的人 在京府外对峙呢 真的 回万岁的话 小人不敢欺瞒 如果这件事情发展下去 将不可收拾啊 专旨 叫他们立刻收兵 马上进攻见阵 小人遵旨 姑姑 我该怎么办 我自身难保 我还能够靠谁 姑姑 秦涛跟我说 爹杀了很多人 爹是杀人凶手 其中包括张真的爹爹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都看到了证据 怎么会这样 爹爹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那么残忍 是真的 爹娘就跟我说 我既牡丹长大之后 是要当太子妃的 我就应该过那种荣华富贵 人人都羡慕的生活 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不愿意 牡丹 你爹造的年 让你这个无辜的女儿来承担 确实对你不公平 如果秦涛的死 像你所说的那样 那他也是死有余辜 人间自有公道 我想包大人 会安情处理的 可是杀人偿命 包大人会放过我吗 那就把事情说出来 只要说清楚了 我想包大人 会给个公道的 不会的 姑姑 你去找包大人好吗 你就告诉他 我但是无心伤人 让他赦免我 我不想再去那个牢房了 现在我爹不可能再救我 我已经无依无靠 我现在只有你 你去找包大人 去求张珍 你求求他们放过我 不要再折磨我好不好 五代 现在能救你的 也只有你自己 你的恐惧 是因为你爹的罪行而起 那就说明 你良心未明 还是说出来吧 那我爹怎么办 我们金家不就完了吗 这是我们金家欠别人的 早晚都得怀了 就算你今天不站出来 以后别的人也是会站出来的 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难道你想一辈子 都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吗 我不要 可是让我指证我亲爹 会害死他的 你这不是害他 你这是救他 他现在身陷泥潭 也只有你才能把他救出来了 如果现在你还袒护他 以后被他加害的人 会越来越多 找他报仇的人 也会越来越多 你永远都摆脱不了 牡丹 你要想清楚了 别一错再错了 张珍 朕看在你是岩父子的门生 起来说话吧 谢皇上 张珍 你有何冤情 照实说来 皇上 您可记得当年庞太师一案 当年庞太师勾结外戚 谋反朝廷 金宠亦参与其中 后来我父亲得知此事 可是他心慈手软 没有将此事上报 后来我父亲深感愧疚 自知严重独职 遂向皇上辞官 归隐于普陀渔村 这么多年来 金宠因家父下落不明 以为他早已经不在人世 可是没料到 十八年以后 却在普陀渔村里偶然遇到家父 他为了销毁证据 派出了凶手秦涛 杀死了我父亲 并将所有的谋反罪证 全部抢走 朕有此事 皇上 证据在此 恳请皇上为我做主 严惩恶人金宠 承上来 是 金丞相 这你怎么解释啊 微臣不知皇上所指的是什么 你自己看吧 皇上 微臣没想到 张真如此狠毒 冤枉微臣 要置微臣于死地 微臣蒙皇上恩宠 全心全意为皇上效力 就是呕心沥血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微臣怎么可能参与谋反 请皇上明察 那这 谋反的证据 你作何解释 微臣也是万分疑惑 张真 你是听恶人唆使 亲自仿造这些信函 现在罪证确凿 证据就在眼前 你还反指我是捏造 好笑 此等计量我也可以做得出来 好一个恶人先告状 张真 这信中的秦涛 现在何出啊 草民并不知道 不过他派了一名女子来通知草民 告诉我证据所在之处 然后到开封府见 那秦涛 你认识吗 你有没有与他勾结 一起来陷害金丞相 草民并不认识秦涛 草民更没有跟他做任何不法之事 老秦家 回禀皇上 到目前为止 秦涛尚未现身 那么你们怎么就确定 他的证据就那么可靠 皇上 秦涛在信中提及 他是模仿京城杀手聂崇天 家父之死的确跟聂崇天 杀人手法同出一辙 但是后来有证据证实 聂崇天在案发的时候 并非身处普陀渔村 由此可见 凶手其实另有其人 如果秦涛并没有参与此案 他根本不可能得知此事的 嗯 说的有道理 你怎么解释啊 皇上 刚才包大人也指出 他没有见到那个秦涛 微臣不明白 包大人向来断案英明 怎么此番却这么糊涂 其实张真本人就是最了解其父被杀案详情的人 他可以虚构一个人物来陷害微臣 丞相 你说 是张真故意无限你 微臣虽然痛心 但事到如今 不得不如此认为 那他这又是为何呀 皇上 张真因与我家牡丹婚约之事 怀恨在心 伪造证据 陷害微臣 我没有 皇上 微臣愿以人格担保 张真绝非此等卑劣之辈 往皇上明断 皇上 微臣愿以人格担保 丞相大人 决未做出任何背叛朝廷 谋害良民之事 请皇上明断 是啊 金丞相对皇上忠心耿耿 我们可以为他作保 请皇上明察 张真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吗 草民的家人昨天收留了一名女子 名叫顾小燕 她是秦涛的红颜之警 她指引我找到了罪证 顾小燕声称自己连日来一直被追杀 于是藏身于草民家的柴房里 这一阵子 京城里有一股势力 在暗中寻找一位断了右手的男子 草民怀疑此人正是秦涛 而此股势力背后的人正是金丑 因为秦涛为了报仇 绑架了其千金金牡丹 丞相 朕有此事 皇上 我家牡丹一直都在家中 怎会遭到绑架 纯属子虚无影 皇上 可以传金牡丹来问个明白 小女牡丹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金牡丹 朕问你 你可认识秦涛 我 你可认识 我 你可认识秦涛 他说的是真的吗 皇上 张真曾长期住在金府 一直寄予我家牡丹 要取其手卷何其容易啊 如果我把一切说出来 金家一定马上摔摆 我将会一无所有 如果不说 也许 爹爹还会有办法 金牡丹 这有还是没有 你说清楚就好 金牡丹 你不要害怕 你实话实说 朕不会为难你 牡丹 牡丹 皇上 去 扶下去 叫太医 是 来人哪 牡丹 快扶下去 牡丹 快传太医 牡丹 报 顾小燕到开封府投案 由开封府展昭 带到殿外求见 好 宣 是 宣展昭顾小燕上殿觐见 臣展昭 民女顾小燕叩见皇上 隐身 谢皇上 你是何人 祖籍何处 以何为生啊 民女顾小燕 乃属地人 先前被歹人所害 迈至青楼 轮尾昌记 后解释秦涛 成为她的红颜之计 皇上 义青楼女子 不配上殿作证 红颜乱人 证人不分高低贵贱 包大人所言有理 你是否参与了秦涛 绑架金牡丹一案 民女的确参与此事 要杀要挂 听皇上发落 那秦涛 是不是金虫所顾的杀手啊 是 金虫这老贼 想要杀秦涛灭口 秦涛大难不死 却沦为伤残 所以 他就到金府杀这老贼报仇 没想到计划失败 所以 他只能掳走他的女儿金牡丹 那秦涛 为什么不自己过来投案 皇上 秦涛已经被人杀死了 谁杀死了秦涛 秘女不知道 只知道 自从他掳走金牡丹之后 金府 就一直派人暗中追杀 金丞相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皇上 此女明知自己所言当死 他还敢来作证 说不定背后有隐情 是人强迫所致 桃哥是被你这老贼害死的 大胆 无论如何你也脱不了干系的 桃哥就算死了 也会叫你陪葬 根本是一派狐人 来人 在 将顾小燕关押天牢 等候发落 是 是 金丞 你不得好死 金卿家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啊 皇上 微臣认为 是张真连同步伐之徒 陷害微臣 金丞 事到如今 你怎么还不认罪啊 你的良知何在啊 张真 这话你该问你自己啊 我待你不保 你却恩将仇报 我想起我爹 惨死在你手里 可是我跟我娘 却一直那么地信赖你 这么多年来 到底有多少人 死在你手里面呢 大家明知道你是凶手 却只能眼睁睁 看着你逍遥法外 在朝中呼风唤雨 想尽了所有的荣华富贵 这个世上还有王法吗 如果今天不将你绳制以法 为千千万万的冤魂深渊 我张真就枉为人了 皇上 恳请相信草民所说的话 张真 愿意 以死作证 张真 张真 你冷静 张真 冷静 皇上 人证物证俱在 竟然不能将这种 狂妄之徒拿下 是问国法何在 皇上 不计你不能明断 保证只有 告老还乡 老秦家 大可不必如此 大是大非 朕 自有定夺 皇上 退下吧 皇上 不可听信一面之词 就责难丞相 请皇上明察 请皇上明察 众爱卿 你们先退下 金丞相 留下来 朕 有话跟你说 包拯 你带张真 去尚书房候着 是 请问包大人 不知皇上何时到来 你耐心一些 但是 张真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切勿冲动 你刚才在大殿上 企图以死明治 实不属大丈夫所为 你没必要做无畏的牺牲 据我估计 目前 我们还是有胜算的 希望一切 如包大人所言 若此仇不报 张真愧对先父 皇上驾到 皇上 鞭身吧 谢皇上 谢皇上 朕让你把张真带过来 只想跟你们说一句话 请皇上明言 金丞相 已经笼络了朝中大半文武 此刻若动他 只怕是牵一发 而动全身呢 皇上 证据当前 难道您打算姑息金宠吗 皇上 皇上 如此只会打击朝廷威信 立下恶力 从今以后 野心家便大可为所欲为啊 这个 朕当然明白 不过有一点 朕也想不通 你张真 从未见过秦涛和顾小燕 怎么你就会全然相信 他们俩的话呢 这是因为 启禀皇上 顾小燕被发现倒闭于中 什么 包大人 这分明是 服毒自禁而亡 大人您看 昔日我与秦涛有难 曾蒙张真相助 没想到张真阴险 以之恩图报为借口 收买我与秦涛 陷害当今丞相金宠 今日秦涛已为此丧命皇权 过毒火世上毫无意义 不如追随秦涛而去 小女子死前 务必把真相说出 以免连累无辜的金丞相 更要对九泉下的秦涛 有所交代 张真 这写书上所写 可否属实 皇上 草民冤枉啊 事到如今 你让朕 怎么相信你啊 皇上 张真 你不如乖乖认罪 皇上 或者会免你一死啊 我就是要死 也要先祝你狗命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走 皇上 包大人 张针于大殿之上公然行凶 该当何罪 金主 张针有没有碰到你 哪算是行凶 父皇 儿臣恳请父皇放过张针 把张针打入天牢 金丞相无罪 当躺释放 皇上 谢皇上 牡丹 牡丹 你让爹很失望 对不起 今天在当今圣上 满朝文武之前 你宁可装婚 也不肯为你爹说句好话 让爹丢尽脸面 你伤透了爹的心 爹 我当太子妃 不也是如你所愿吗 从小您就跟我说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我要当了太子妃 见了有朝一日 我就是皇后 您不也跟着占光吗 我堂堂大宋丞相 难道还要仰仗小女 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威望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们 为了我们 爹你以为 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爹就是为了您的权势 为了遮掩 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 丑事 没有爹做的丑事 你怎么会有今天 爹费尽心机 为你铺排一切 你却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 我忘恩负义 爹我就算是忘恩负义 我都是跟你学的 女儿有几句话 我今天非得说出来 我真的憋了好久了 从小到大 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吗 你有像别人的爹一样 真正爱过您的女儿吗 您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是一颗棋子 我任你摆布 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是你的雷砖 您一定要把我踢开 您给我好吃好喝 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 我不稀罕 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牡丹 你怎么可以 这么狠毒地跟爹说话 爹为你吃饭 为你到七岁 无论爹有多忙 每晚都要亲自到你房间 去给你盖被子 赶走蚊子 你不记得了 我记得 我只是觉得爹变了 爹不是以前的爹了 爹没有变了 爹没有变 但你觉得爹年纪大了 看也看不清楚了 就连你 爹也看不清楚 不要逼我 放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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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宠 我警告你 我有事的话 谁也逃不了 木丹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没事 端儿 没事吧 好 皮外伤而已 父皇 儿臣 今天来是想问一下 关于张针的事情 您想怎么做 父皇知道 昨天的事情 对张针非常不公 可是你父皇 又能怎么样呢 金冲一伙 如此猖狂 难道父皇 您就听之认之吗 那倒不是 只是实际未到 现在就是实际啊 端儿 此乃国家内忧外患之时 切不可轻举妄动 正因为如此 应该趁此机会 清除内患 以对付外容 可谁又能保证 张针的证据 是真实的呢 顾小燕的写书 又怎么解释呢 三天 请父皇给儿臣三天时间 儿臣一定会给你一个真相 好吧 张针 张针 弘灵 张针 我受苦了 我不要紧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照顾好我娘 我们没敢告诉兰姨 我只跟她说 你在包大人哪儿 哎 你是太子啊 想想办法吗 你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兄弟去送死啊 其实我跟父皇说了 只要能够找出 金虫下手的证据 这个事情 肯定还有扭转的余地 赵兄 真不好意思 要劳烦到你了 兄弟为兄弟操心 这是应该的 现在我们应该要做 是找出有什么有利的证据 能够帮助你才对 这个案件中两个最重要的人证 秦涛和顾小燕已经相继临时 现在能出庭作证的 只剩下一个人 谁啊 金牡丹 对对对 兰茵跟我说 金牡丹亲口对兰茵说过 杀秦涛的凶手就是她 真的 她这样讲 嗯 难怪 她被皇上追问真相的时候 突然间晕倒了 当然了 她这是装夺 男儿女儿会举报自己的父亲 而且勾敌谋反 那可是叛国之罪 是要出酒足的 她是不会讲出来 犯这个错的 太可恨了 你们想想办法啊 秦涛的尸体 你是说 找到了秦涛的尸体 就会有证据 死人是不会说谎的 如果秦涛真的是金牡丹杀的 一定会留下线索 如果能从秦涛的尸体上面 找到金牡丹的罪证 那金牡丹 她在堂上 就只能把事实供出来 那我们上哪里去找尸体啊 以小燕姑娘和秦涛的关系 她一定会先把秦涛埋葬好 再到开封府自首 那京城这么大 尸体会埋在哪儿呢 秦涛死亡的时间 同小燕到开封府自首的时间 相隔不久 我估计 她没有把她 埋在很远的地方 啊 我记得小燕姑娘在床上说 她是属地人 属地人 都相信一种传说 人死之后灵魂会升天 如果入地则成鬼 所以她们特别喜欢崖葬 认为其高尚 那距离这里不远 又可攻崖葬了 又会是哪里 你们去那边 是 你们去跟这边 是 怎么样 没有啊 这边也有 找仔细了 那边有吗 没有啊 就仔细点啊 你们两个 到那边看看 是 这边没有 这边也没有 唐欣 唐欣你们快过来 是不是在那儿啊 快看 在那儿 掩饰包拿给我 是 孩子 是 她的致命伤 是一个 坚物刺破心脏导致的 是 啊 锁羊珠 嗯 你怎么知道啊 嗯 我在书院的时候 看到郁卓正的手上有一颗 比这颗还要大一些 她说是要送给金母丹 做中秋贺礼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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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这是何物啊 这是锁羊珠啊大人 这怎么会在大人这里 这是在死者的伤口里发现的 听说 这颗珠子是你的 不不不不 不关我的事啊大人 你胡说 你明明拿着的 就在中秋那一天 你说要送给金母丹的 是啊 我爹早就把他送给当今丞相了 你所言属实 属实属实 你爹叫什么名字 家父郁桂林 传郁桂林上堂 草民郁桂林参见青田大老爷 嗯 郁桂林 在 你可认识那颗珠子 这颗珠子 现在事关命案 您送给了谁就直说啊 说出来 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对 从时到来 冰大人 小儿着正 心仪金丞相的千金金母丹 为了讨得金母丹的欢心 小儿托我 将此对珠宝送给丞相亲中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分年中秋 你是说 这珠子 一共有两颗 当初啊 金丞相收到此珠宝以后啊 非常开心 他的夫人说 将其中一颗香在金母丹的凤冠上 另一颗呀 做法簪 好 好 不 谢谢 你 神 神 太子 那么晚了 太子闯入府中 是否有失礼节 我来找你 有事什么 牡丹小姐 我是红林 我求求你 上堂为张珍作证 张珍是无辜的 我不会为张珍去作证的 今天晚上 我给你带了一份礼物 你一定会喜欢 你认得这颗珠子吗 现在证据确凿 你还能否认什么 姑姑她答应过我的 姑姑说她会帮我的 现在没有人能够帮到你 只有你自己 才能帮得了你 明天在朝堂之上 把你爹的罪行 供出来 我做不到 牡丹小姐 我求求你 你就说出真相吧 张珍她是无辜的 说出真相 让我供出我亲爹 如果今天是你的话 你做得到吗 那你就眼睁睁地 看着张珍 无辜含冤 而你爹这种人 就可以横行世上了 你们不要再逼我了 我做不出来 看来她真的是做不出来 你想当个笑顶 好 我成全你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把你杀秦涛的罪证 告诉包大人 我没有杀秦涛 是他要绑架我 我是无意的 我是无意杀了他的 他为什么要绑架你 如果你不跟我说实话 我只好跟包大人说 是你故意杀害秦涛 我没有故意要杀他 没有 秦部队 你别以为你当了校女 牺牲了自己 你金家就可以没事 现在你们金家 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 是因为你父亲是丞相 可你别忘了 我是当朝太子的 你说皇上会听你的 还是听我的 如果这个事情 传到朝堂之上 可是欺君之罪 是要满门朝斩的 赵端 你不要吓他了 我是认真的 不要再说了 我的心现在很软了 让我想一想 你就让他想一想吧 毕竟是他亲爹啊 好吧 明天一走 你在朝堂上说明真相 要不然 就让你尝尝虎头铲的滋味 别想逃走了 我已经把这里重重包围了 怎么办 这一次注定金家是为之不下去了 若我说出一切的话 爹地 甚至整个金家的人都要死 但是 也许我可以博取一个 大义灭亲的好名声 换回一命 若我不说 那要死的你 就会是我 皇上驾到 诸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位亲家 平身 张震 你是否逼迫 秦桃和顾小燕 意图陷害当朝丞相金崇 皇上 草民绝对是冤枉的 那你可否拿出证据 证明你是被冤枉的 皇上 顾小燕以死做控诉 怎么会是假的 张震 你太心狠手辣 就算你对我怀恨在心 也不至于陷害本相 欲置我于死地 我没有 我最遗憾的 是未能将你绳之以法 皇上 请还微臣一个公道 包卿家 臣在 按照大宋律法 陷害朝廷命官 该当何罪 回皇上 是死罪 可是 张震 你还有什么话说 皇上 草民并没有陷害金崇 请皇上明断 启离皇上 启离皇上 可恶张震 无故陷害当朝丞相 实在是胆大妄为 狂妄之极 请求皇上严加惩罚 还丞相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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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万万不可呀 嗯 且慢 父皇 你来干什么 今天儿臣 带来本案最关键的证人 金牡丹 他说 他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父皇您说 小女金牡丹 叩见皇上 金牡丹 起来说话 谢皇上 皇上 小女可以作证 张震无罪 金牡丹 你要怎么证明 张震无罪啊 当日 秦涛绑架小女的时候 小女亲耳听到 秦涛告诉我 说我爹金虫 曾经派他 到普陀渔村 去刺杀张震父子 想要从张文祥那里 拿回当年参与 庞太师谋反的证据 皇上 小女可以作证 张震所言 完全属实 牡丹 你不要乱说 皇上 别听小女胡言乱语 皇上 顾小燕那封信 就足以证明 是张震陷害微臣 微臣是清白的 清楚 经本太子查明 顾小燕根本就不识此 那封信纯属伪造 而实情是 顾小燕 是你的党羽 李雨桥派人所杀 太子 皇上 微臣并不知此事真相 微臣只是遵守金丞相的指示 请皇上网开一面啊 来人 在 将他衣冠拿下 打入天牢 日后发落 是 皇上 皇上开恩哪 皇上 金丑 你还有什么话说 牡丹 你跟皇上说 你说的都是假的 爹 女儿恕难从命 牡丹 你看清楚 我是你爹 我是你爹 爹 你别怪女儿狠心 你的所作所为 真的是天理难容 女儿那么作 是想替爹赎罪 爹 爹 我们金家欠天下人的实在是太多了 金丑 退下 金牡丹 这些话 以前怎么不说啊 皇上 因为牡丹要供出来 是自己的亲爹 这段时间 我饱受煎熬 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 哪怕牡丹悲伤 不孝你的名声 我都要说出真相 因为我不愿意辜负那些惨死的百姓 不愿意辜负张家 更不愿意辜负皇上 皇上 牡丹愿替爹爹赔罪 爹爹错了 请原谅他 郑珍 牡丹替爹爹赔罪 我知道 我们金家对不起你 我也知道 你是不可能原谅我的 我只是希望能够还你公道 对你爹爹有所交代 我的心也得以安宁了 牡丹小姐 多谢你了 金宠 你可知罪 皇上 金宠之罪罪不可赦 臣等不知情 为金宠的假象所迷惑 请皇上恕罪 请皇上恕罪 废物 全都是废物 我白仰你们这么多年 全都想要我死 没那么容易 有此一起死 来人 在 将金宠衣冠拿下 打入天牢 庭后出罚 是 是 张征无罪 立即释放 谢皇上 都起来吧 谢皇上 这哪儿啊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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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我这么久 别走 别走啊 我都想你了 快 快 你快去哪儿啊 你快去哪儿啊 你快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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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站住 站住 别走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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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一般啊 金宠拿下 一个都不能放走 你好大人 我是丞相不过人 你放手 你少落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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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没见过 你 我不想到你 我俩都没见过 俩都没见过 你俩都没见过 你俩都没见过 那不见过 有事 我俩都会了 有一事 你俩就不许 我俩都会有 我们今天 去父亲的 候 有两日子 你俩都会了 我学过 勾结乱党 谋反朝廷 滥杀无辜 该当何罪啊 回皇上 依照大宋律例 凡犯此罪者应 诛灭九苏 不过皇上 不用说了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金崇的案子 就交给你 按大宋的律法 去处置 是 牡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爹 对得起你娘我吗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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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别这样 这就是我生的好女儿啊 这就是我生的好女儿 你看着我 你为什么这么做 娘 蓝姨 娘 弘灵 你们怎么来了 快回去 快回去啊 张军 救我们出去吧 救我们出去吧 金夫人 您冷静点 你不要这样 娘 你别别难张公子了 娘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 救你出去的 傻孩子 国有国法 只可惜 娘没有这个福分 看不到你跟弘灵成亲了 娘 来 姨姨 救我们出去吧 救我们出去吧 张真 你别举骚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一定可以把姑姑救出去的 对对对 你一定有办法 可以救我们出去的 对不对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不想死 张真 我知道我们金家对不起你们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应该受到惩罚 但是姑姑是无辜的 她虽然姓金 可是跟我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可以不管我们的死活 你不能不管姑姑死活吧 张真 金木丹她已经说出了真相 只认了自己的亲爹 你就想办法救救他们吧 谢谢姑娘好意 我不好 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知道这是我们金家的报应 可是 我不希望因为我们的罪过 把姑姑连累进来 跟我们一起活受罪 张真 不管怎么样 把姑姑救出去 好吗 牡丹 对不起 以前都是我错怪你的 该说对不起的 应该是我 我伤害你们那么多次 谁啊 我是金家的女儿呢 我有爹 还有娘 要不 去找太子吧 去找他帮忙 为准 他可以把姑姑救出去的 对啊 我们去找赵端吧 好 无论如何 你们三个人都是无辜的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 你放心 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张真 草民有一要事相求 恳请皇上恩准 起来说话 起来说话 什么事啊 皇上 恳请格外开恩 饶恕金家其他人死罪 金宠勾结庞太师 意图谋反 杀害张文祥 击中无辜民众案 已成定论 一切 金宠斩首 召告天下 本案其他有关人等 蒙皇上开恩 赦面金宠家族所有人不死 谢皇上 娘 谢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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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金府查封 财产充公 金宠家族一干人等 典为庶民 典位庶民 典位 太好了 终于没事了 谢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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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谢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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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没事了 我们回家吧 我们回家 谢皇上 谢皇上 娘 谢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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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等一等 你还要等谁啊 夫人 您保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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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了 走吧 夫人保重 夫人保重 去吧 小姐保重 走了 娘 我们走 回家 我们回家 木丹 我们家轿子呢 我们家轿子呢 咱们不做轿子了 来人 来人 我的轿子呢 我们走回去吧 我堂堂宰相夫人 怎么能不做轿子呢 娘 我轿子呢 你看看你别闹了 珍儿 她们该怎么办呢 好了 娘 娘 其实孩儿已有安排 只是不知道 金夫人她们是否嫌弃 把她们接到我们家去 你说好吗 你说好吗 好 当然好了 木丹 到我们家去吧 红灵和唐欣已经为你们收拾好房间 虽然屋子有些简陋 但也算是个落脚之处 其他容后再说吧 你个丧门星 你还跑到这儿来撒野是不是 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女儿 是要做太子妃的 你知不知道 你别再说 你别再说了 女儿 你别生气 我不生气 我跟你爹说 让你做太子妃 你别生气啊 我不生气 我不生气 我别生气 母丹 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吧 女儿 不用了 谢谢你的好意 母丹 真的不用了 为我们好的话 让我们金家 保留一点最后的尊严吧 娘 我们回去了啊 你看 轿子就在前面呢 我们走几步就到了 我也得坐轿子的 娘 我们走两步就到了 我得坐轿子 慢点啊 我可走不得路啊 一会儿就到轿子那儿了 娘 我们回去吧 走吧 回去再说 你 爹 孩儿 已将杀害您的真正凶手 省之以法 希望您在九泉之下 能够瞑目 孩儿 一定会紧记您的教会 从今以后 安心修身 全心全意 照顾好娘和家人 便立志为朝廷 尽绵薄之力 我听到一个老乡书啊 这次的消息传得特别的快 你还记得那个陈龙贵吗 记得啊 当然记得 对了 她现在怎么样了 文乡书的事情水落石出之后啊 她是摆脱了杀人的罪名 但是 因为平时做得多端 被发配到边关 冲军三年啊 希望她能重新改过 以后不要为非作歹了 好了好了 大家以后能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 比什么都强 我们做饭吧 好啊好啊 我都饿了 走吧 娘 趁热吃吧 娘 趁热吃吧 震儿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五月初十啊 那明天 就是五月十一了 是啊 明天 就是金宠行刑的日子 我知道娘的心里 一定不好受 今天 这几道菜 都是金叔叔喜欢的 不如我们给他 震儿 他可是杀你爹的凶手 不过 他也是你的亲兄长 你说我该不该 事到如今 毕竟 你跟他也算兄妹一场 就倒是表达最后的心意 娘 我们把这些装起来 震儿陪你一起去 嗯 他不想见你们 他不想见你们 这是我娘亲手烧的家乡菜 麻烦你 给他带进去吧 明儿 放心吧 你的心意 他会明白的 我们 回去吧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詞曲 李宗盛 浅浅寂寞生爱恋 一封干了的泪线 只为你变现 我好想越过一心圆缺 去寻找一世的思念 如果你在眼前 我会让你看见 我好想越到天地之间 拒绝会失去了的信念 哪怕追寻千年 也等你出现 我好想越过一心圆缺 去寻找一世了的思念 如果你在眼前 我会让你看见 我好想越过一心圆缺 去寻找一世了的思念 如果你在眼前 我会让你看见 我好想越到天地之间 去追回失去了的信念 哪怕追寻千年 也等你出现 你行了 我好想越到天地之间 你应该是你 我好想越到天地之间 出现